金融揭秘 金融揭秘節目現在已經接受大家的訂閱了 如果想聽何寶老師的獨家分析和智慎提示 記得訂閱我們的節目 訂閱詳情可以參考以下的視頻 或者到Facebook一樣可以看到 你們好,開年了,年初四了 第一輯,有個寫武俠小說王逆 去年已經去世了 有一段說話 天賦越高的人所走的路 往往也得越危險和合藝 因為對這個人來說 若作其他輕鬆的選擇 人生也算是一個失敗 本蘭兩年多以來 一直向金融市場最難度挑戰 是全港唯一能提供全球環球金融產品資訊的網台 2019年這個豬年 將會是有史以來 在金融市場最凶險的一年 即是證核本人和本蘭的性格有危就有機 我們今年一起向這個難度挑戰 今天第一輯已經獨家揭避 揭開一個美國的國家機密 美國是民主國家 揭開國家機密也無所謂 不會被人拘捕 我非常肯定連總統特朗普和所有聯儲局官員 沒有一個知道聯儲局局長 Jerome Powell究竟在葫蘆內賣甚麼藥 我今天就告訴你們 肯定你們在外面沒有見過這個分析 先看看美國過去50年來 那條Yield Curve 知識曲線清清楚楚顯示 50年以來 1975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和大家最記憶猶新的2008年 因為那年開始量化寬鬆去救市 經濟衰退 那條Yield Curve 一倒掛 不出一年 便不請自來 途中灰色的地帶便是經濟衰退期 看完了嗎 現在給你們重複一下 聯儲局局長Jerome Powell 上星期在議式後 整篇宣言的重點 第一是Patient 叫你們繼續忍來 第二是暫停加息 加短息Fed Fund 第三是繼續看實數據 所有的經濟數據 第四是靈活處理的縮表 但他沒有解釋清楚 是完全停止縮表 或是暫時停止縮表 連數目也沒有解釋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很多人包括美國自身公民 更莫說全球其他普羅大眾 因為美國關我甚麼事 更不要說全球包括美國本身的金融人士 也不理解縮表的運作和程序 簡單說是QE 2008年一路Q到雲 Q到零去負利率量化寬鬆 而縮表就是QE的相反 QE是放鬆銀金 由聯儲局印發銀紙 透過自己去買自己的國債 和Mortgage Securities的房貸債 把錢放給銀行 又由銀行放出去 從而使全球利息低到零 而美國的利息等於零 甚至有些國家去負利率 而在這個過程運作當中 另一方面是要配合量化寬鬆 買債、印銀紙 是要將短息、Fat Fund一路不斷減 去配合長息一起下跌 為何要這樣配合呢? 就是因為那條Yield Curve 支息曲線 買債即是將債價不斷財高 而中央銀行不斷購買 即是Demand多了 那債的價錢不斷提高 而在過去兩年以來 已解釋得非常清楚 當債價升時債息跌 正正相反 所以遠期尤其是十年期的債息 相反地一路向下走 走到半厘 所以短期債息、短期利息 亦配合一路減息 將它減至接近零 所以那條Yield Curve仍然向上 不是倒掛 短期利息只有零上 而遠期利息半厘一厘 是無所謂的 於是乎條Yield Curve永遠向上斜 本句話說 短期利息比長期利息低 就是如此簡單 而過去由2008年量化寬鬆QE開始 把短期利息低 即是短期利息的成本 即是短期利率成本非常低 而已套出率 是短期利息的成本 即是直至短期利息的成本 即是短期利息的成本 即是直至短期利息的成本 即便赚出了 接下来的就是经济衰退 所以很多人说2020年美国会经济衰退 不要紧,他们的说法都先天下之忧而忧 而且别人都这样说,我不这样说,我不懂事 起码都要提一下,对不对? 于是乎所有学者、图表专家、经济学家 所有只懂得读死书、全无实战经验 一知半解、不学无术、人云亦云的人 也说2020年美国会陷入经济衰退 最后的重点给你们 我们是做实战的 完全不可以与以上的人相比 实战 一说出来、一介绍给人做的事 就要中的,差不多 所以不可以正式的交谈之辈 本来是没有人看的 为何本能由这两年以来 那些subscriber、观众、会员不断增加呢? 因为有料到 好了,买完高霸 不是什么? 经济衰退段段不是一条 昂糕曲线就一定会来 因为这条昂糕曲线 不是由于经济好定不好而来 明白吗? 更何况现在美国经济 不论任何数据 任你怎么看? 就前天美国联署局局长 都已经说非常之好 还在某大学那里演讲 说现在的经济是非常之好 就要情况是非常之好 但仍然是强劲 即是很益事实强劲 他几乎想说 经济衰退? 说出来的人 可以说是对经济色调铁 因为知识曲线百分之一 百是由人为而来的 那条知识曲线 是人质 现在美国的U-curve 完全由乱处局所作所为而来 而不是由经济而来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一点 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那条曲线向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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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衰退一定会来 这就是今日金融揭秘所揭的 美国国家机密 是美国联署局局长 在心中想想想的事 和所做出来的事的秘密 他一直没有说到这一分钟 不用出到华为中兴 不用出到5G 我何保是脑袋5G 我告诉你 吹吗? 禁制我 如果你禁制我 可以 我可以揭开美国联署局的全盘秘密 连美国联署局的所有官员都不知道 特朗普也不知道 我现在是拿美国的知识产权 还要向全球揭开 联署局局长的路中所想 坊间所有岸狗媒体 倡刀行话 倒挂知识曲线 将会是经济税的空袖 这幅图我给你看了 是真的 他们只看这幅图 就当作是真的 没错 但知识曲线是人为 这没有人说 是我第一个说 即是人力胜天 我不相信Jerome Powell 不知道 所以 便用人字去搞定他 俗语有云 解零还需是零人 联署局搞成那条知识曲线 他现在就是要搞定他 小学鸡 好像我那样也懂 答案是 暂时停一下加短识 这条知识曲线是向下 短期利息高过 那些远期利息10年债息 所以便倒挂 暂时停止 短期利息不要加 因为他不会再加短识 不会再加短识 短识 暂时不加 但停留在现在的Fat Fund 是2.25至2.5两厘半 让远期利率追回 远期利率 大家都知道 10年债息曾经去过3.25 怎料跌回2.75 所以和Fat Fund的2.25至2.5 非常接近 智识曲线 所以智识曲线 就开始flat 打横过 而且将近有机会变成倒挂 现在就搞到整个市场 都倒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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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你露尾 相信你们知不知道 另一方面继续缩表的其他动作 刚才我说了四件事 第四件事就是缩表 缩表除了加短识去配合 还要sell去卖债 而卖债有几个动作可以选择 不只是一个动作 可以任由那些长债到期不再续 到期就run out 让它在本保的balance sheetrun out 又或者不再将那些收回的债息 再投资去买债 也可以直接向市场出售债 我相信完注局会选择第一和第二个 仍然继续任由到期的债run out 即缩表仍然会继续 但就慢一点 也会选择第二个 不再将那些债息重买那些债 仍然会令表缩缩 到目前为止 原本四万五千亿 买回来的债息 现在只不过在一年多些日子中 是消除了四千亿 一万亿都没有 是非常少 现在仍然那本balance sheet 是有四万一千亿美金的 Tresary加那个Mortgage Securities 于是过去每个月缩表五百亿的数目 会稍微低一点 即是减少一点 缩少一点 但仍然继续缩 换句话说 短息不再升 长息也仍然会继续慢慢向上升 即是十年期国债的资息会慢慢向上升 会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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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让那条Yield curve是否慢慢伸直 然后又是慢慢不是倒挂而是向上走 Jeran Powell根本上完全没有意图停止缩表 以及放宽银根 而只不过是在缩表运作上稍微停一下 看清楚些 他说得明白 我要看清楚些 他没有说谎 其实是要使得那条Yield curve伸直向上 去配合整个缩表的运作 那是否知道他如此狼狈 令他如此狼狈的做法 亦是因为特朗普那条狠家产 特朗普向中国行的关税战 特朗普那条狠家产在中东耀武扬威 准备进去委内瑞拉 抢人家的油油田 抢人家的黄金 搞完伊朗又搞委内瑞拉 打打杀杀 哈哈巴巴巴 加上英国刚好有藏籍脱欧 使国际投资者全部走去那些避风产品 好像黄金、日元 而美国国债亦是避风产品其中之一 所以国债是因为demand方面多了人买 而使到十型期国债的知识也向下 所以现在他的做法 联署局局长一定要看清楚 要如何掌握整个国际形势 所以他说要 patient 但其实搞来搞去 他没有说到会继续量化宽松 什么QE4那些简直昂糕 也没有说到会不再加息 他是看清楚一点 等那条知识曲线搞定 他才继续加息 而宿表仍然继续在做 你们现在明白所有的东西 如果连这些都不明白 怎样可以去预测日后的美金如何走 美股如何走 今天太长了 下一集再讲 未经许多连 准备 未经许多连